烧烤饭,也买点鲜和沙包饭。 80年代,其父和儿子接手生意,专攻起沙包饭市场。 沙包饭是要生米糊的,然后放水进去, 你要在那个 gas煮差不多四、八分钟这样, 换干熟,然后放那个料下去,你就放在里面。 看看比较大火一点,给他介意。 然后有一点腌冷,然后就要放小火。 大概要差不多十五分钟到十分钟才会收, 所以才会煮出一个好吃的沙包饭出来。 那我看到每一个沙包饭都是有用那个铁丝绑着的,为什么呢? 因为现在沙包饭会比较容易破。 那绑着之后可以用几次吗? 最多是,我看四五次而已。 真的啊? 我每个钟头的话,它限定是煮几卧是几卧的。 一个小时可以煮几卧。 一个小时可以煮几卧。 比如是煮二只卧是二只卧。 你能来多,我也是也煮二只卧。 所以可能没办法。 所以像你所说的就是,沙包饭机率成本蛮高的。 而且这么辛苦,这么多个故纵, 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要做下去呢? 因为我煮出来沙包饭很原始, 如果会撑到我的沙包饭很好吃。 如果我继续问一下, 如果我继续问一下, 我继续问一下。 为什么温暖是几卧。 直接放下了。 有一种不 кос观似。